接下来冯启雪 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首先感谢你为我留等 我今天就是为了赵航来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孙悲天 谢谢 很勇敢 站着赵航来的 是因为姐姐特别喜欢吗 最开始的时候 我不太了解赵航 就是我姐姐经常说 而是因为她觉得 这好像特别符合 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然后我就是在私底下 也看了很多次她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 她就是我要找的 我先推荐了 然后她就关注了一下 她后来说 这好像打越看越写 喜欢她什么呢 我觉得她很阳光 很帅气 然后她还特别会哄人 我觉得她是个暖男 现在我还准备了几个小礼物 还准备礼物了 好好好 可以取取了 站在她对面吧 好 我给你拿话筒 好 来吧 我要送的第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棒棒糖 因为我觉得 正行的嘴特别甜 然后我想说 生活很苦 但你很甜 我可以尝一口吗 可以尝一口吗 你尝一口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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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多甜蜜呀 怎么样 味道 就是味道不重要 但是主要是心里甜 对 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有门 是不是 是啊 然后我还准备了 是一个牵手手套 他们有一个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 其实戴上这个手套的时候 两个人就是在牵手的 对不对 太棒了 这个创意太好了 是的 是的 好浪漫的她 恭喜 我想有一个请求 我想在这个冬天 找到一个体温比自己更高的一个人 我想感受压她的温度 我想把她的手心 放在我的手心上面 然后我想在对视手套时间 然后再做出选择可以吗 好好好 好 谢谢大家 两个人四目相对了 是吧 对 已经感受一下彼此的一个温度 感受一下彼此的一个感觉 是的 是的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我觉得还有手的话是联系 我觉得眼睛和手的话 是最连同人心的一个两个器官 从一个人的眼睛里 可以看得出对方的一个心意 从一个人的手心里 可能感觉到对方一个态度 我觉得 然后所以选择这种方式 赵航是很浪漫 刚才你俩的这段四目相对 让官帅已经气不成声了 怎么了 官帅 我的人吧 我也挺感兴 整个我不得劲了 你想起啥了 不得劲了 要是有这么个人帮我来 刚说我但凡有点演员 找得下来了 早晚会的 官事儿 心中有 他一定会来 是的 好 那接下来 现在我要做出选择了吗 对啊 我们看你的行动了 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做一件事 的事儿 说着呢 更有一个人把 不能动作一件事 没有那么合理 和最前的事儿 不可能 我会进到 一件事儿 就会进行走 我才能做出 有一件事儿